各大商圈现在都面临到一些冲击 比如说西门丁商圈 现在疫情没有观光客 所以还有一点萧条 那你说以前台北市东区的商圈 哇 现在感觉也都是 真的人可罗去 很可怜啊 但偏偏有一个地方 台北市的中山捷运站的一个 这个南西商圈啊 这里倒是不断不断有人潮涌入 那附近的房市呢 也相对的很热络了 其中在赤丰街商圈 这里的房价涨得最多 中古屋的行情还可以占到八字头 平日下午路上逛街人潮不少 台北市南西商圈百货公司商家林立 加上周年庆即将开跑 区域西克利再度成为焦点 台北市南西商圈以捷运中山站为核心 向外延伸近年发展活络 以附近的赤丰街来说呢 过去都是以五金行为主 但是近期进驻了不少文青小店 还有连锁店带动周遭仿式行情 服饰品牌特色小店隐身巷弄内 在疫情下却能屹立不摇 虽然附近仍可见招租店家 但数量也比东区等商圈少了许多 南西商圈巷弄店面月租 单品约六到七千元 主干道周边甚至可达破万元 但因为极客力强大 即便街边店撤走 也很快有新租客地步 如果说这个商圈少了这些 所谓的观光客之外 它其实仍然会有一些像是 一般商办的一些上班族 他们可能可以去这个地方消费 但是其实这个区块离所谓的 林森商圈也不远 所以林森商圈有时候 它有一些特定的消费族群 他们可能也会跨足到 这个区块来消费 商圈快速发展也反映在房价走势 其中以赤丰街表现最强 从2019年到现在房价涨幅高达 百分之十一点九 区域中古屋更占上八字头 当然如果说像是赤丰街 或是林森商圈的一些中古屋来说 大概还是六字头七字头 可以找得到 可是如果说我们今天看到 它的新案的话 大概如果说现在是新房子 甚至是预售 可能都是一百万一瓶起跳 商圈具独特优势 机能汇聚不只带来人潮 也带动周遭房市行情 三星游苏宇宽林某山 台北报道 三星游苏宇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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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